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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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凌丝左侧 再晃 左脚打 2比55分钟的时间 其实在刚刚绿城队的后防线 就已经 调整还会丢球的 这一下呢 轻轻松松的 凌丝获得了打门的机会 当然这一下也有折射的原因啊 也是 运气 也占了一部分的因素 这次董宇单方凌丝啊 确实给了凌丝 太充分的情绪之下 凌丝拿球 右脚直接选择打门了 邓小飞这次的不就立功了 凌丝这个球啊 打的力量很足 但是呢 角度太正了一些 邓小飞这次不就立功了 田俊杰刚刚那些向前的直传球啊 太随意了 这下文志豪又重起来了 横传过来 歌舞 投球攻门 这是一次俯身冲顶 漂亮 歌舞 这场比赛 歌进球 就是这下反击啊 文志豪 横传过来的时候 太冷静了 文志豪 漂亮 看看林斯这下 林斯是不跃位的 再传过来 左脚的大门 这下歌舞 想来个撞墙配合 但是呢 脚憋住了 还没丢 漂亮 这下又有单刀的机会 严向闯 很无私 看看这下 吕征 吕征上场之后 最进球 就是这下啊 林斯 这个内部啊 这真是指胡的防守 大笔提这一次没能够把球拿好 看林斯 有手转弓 自己加速 把球带到了前场 格舞在要球 一对一 给到另外一次 停 打 这次打在立足上 再补 被埃尔帕提示打了出去 把握住 上吕征下台这边 防守一端有一定的问题 看看这次 又是林斯在左边路 面对着颜志宇 又说李小明上前帮忙 这次进去的胡顶 格舞的大门 这次球进了 格舞浪费了一次 非常好的单刀的机会之后 这次再进去 打门的机会 看看这次 第一下 左脚的传球 格舞停球之后的 左脚打 进去里边 林斯 晃过来 再打 左脚的打门 速度稍稍慢了一些 多米尼克这次也是拉边 莫雷诺 包括穆里奇 藏一峰 还有杨云 包括球队的后腰 朴世豪 都是这个自由转回 哇 这个的远射 47分钟 来自林斯的一脚远射 这一下势大力尘 但是又被赵普良收入怀中 林斯 晃开角度之后 选择了直接打门 在上半场呢 同样有一次 看起来林斯啊 他个人就是更喜欢 直接塞给林斯 一对二 再坐回来 外围 多米尼克 66分钟 2019年 北京北迪拉的手球 阿与林斯 直接掉门 这一下似乎有一些操之过急了 林斯 被其他的反击来了 最后我 快速做球给林斯 大不留心 看看稍微扣一下 右侧有队友 假动作 漂亮 跟五面的门将 打门 你不进 我进 狗梅卡尔度 这边辽宁队 在压上进攻的时候 非迪拉的反击 打的速度非常快 这一下呢 所有人都以为 林斯可能要传球到左侧了 但是没有想到 传得非常隐蔽 这个球传出 我首先在联赛当中 不得不承认和北京北铁大的这个实力 相差还是有一定差距的 那么又有鼓励后方先生成员停赛 先来看这次北京北铁大的进攻 这点 大门和五开场第二分钟 再来看一下这次的进攻 左路这次的倒三角的传球 林斯 两个外员之间的配合 还想做给林斯 林斯积极地反抢 把球抢下来 再起球 找多米尼克 两名外员之间啊 努力地在寻求一些配合 那么之前呢 北体大用的外员是歌舞 但是 找给王建文 哦 这是林斯 定区里面的机会 看看 给到后点 起高了 但是门前还有机会 哇 王建文是一游 守球 裁判 看看怎么表示 中家是有赤平助理裁判的 第一下林斯呢 找这个邀续成的时候啊 球给高了 所以邀续成啊 也是反映了一会儿 我